上次你什么都没穿 就在他们家 他今天穿着你的衣服 睡在你这儿 说什么都没干 你们俩没事 没关系 谁信 你以为你妈没看过电视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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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冷静点 真 这样 您先别激动 您先喝点水 那个 听我们给你解释行吗 我早就妥协了 我妥协了 我同意你留在医院了 高建领什么意思 高建领 为什么这些不死啊他 为什么呀 儿子 我早就警告过你 他是高建领派来 在你身边卧底的 你怎么不信呢 你怎么不信呢你 关雨晴 你给我坦白 你是不是高建领派来撤反清风的 妈 关雨晴跟我们家的事没关系 他昨天在外边淋了雨 又没的钥匙 是我要求他住在我们家的 完了 儿子 完了 你完全被他洗脑了 完全地被他洗脑了 儿子 妈 真多是您想的那样 您冷静一点 关雨晴 人家堂堂的击掌 工作 能力 样样优秀 人家凭什么搅和我们家的事啊 真是您想多了吗 真的吗 真的吗 你是不是 真的 真的 那 那他这样 这样你你你当着他面 你告诉他 你们俩只是邻居之间的 互相帮助 你们俩不是谈恋爱 你告诉他 你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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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邻居 邻居之间的互相帮助 我不是谈恋爱 是 阿姨 你听到了吧 您就放心吧 我们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 只是过来借助了一晚上 他是助人为乐 那个 我的衣服刚吹干 还在里面晾着呢 我进去换了我就走 不好意思 儿子 你跟妈说实话 真的没事吧 真的没事 妈 我也得说实话 我也要上班了 你就能解决把她抓住 我给你做 你现在给你带压 你当时你可以 我现在给你带来了 我现在要很佩意 我现在给你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怕迟到吗 阿姨 我这就走了 不好意思啊 我也走了啊 你给我站住 这小子 我 你都快气死我了你 我 我 妈 你干什么 不是跟你解释清楚 你干什么你 我真要迟到了我得走了 你给我站住 拿早餐 关机长 关机长 对不起 我替我妈跟你道歉 没事 昨天多亏了你收留我 你妈还误会 也是情有可难的 你去看你爸爸 我们一起走吧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搭你一个睡眠车 麻烦先送我去到公司换身衣服 好的 我给你放后边吧 别别别 你帮个忙 你这是早点 什么意思啊 吃了 我把它吃了 不用 我们公司有早餐 把这放后边 别别别 我妈每天都给我准备 两人以上的分量 就快一起吃了 别浪费 快再来一罐吃 三明治 这还有包子呢 你妈这是东西合并啊 可不是吗 这么多 我有一股饿觉 妈妈觉得我饿 快吃 昨天管晚饭 今天早餐要早饭 中国好邻居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快快快快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哥叔叔 再过两天您又能出院了 回去要好好休息 千万不能再生气了 千万要保持血压的稳定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不客气 听见了爸 爸 你吃苹果吧 把你笑啊 行 垫上 不出院是个事 出院也是事 到底住哪儿也不知道 你看你昨天对雨晴的态度 哪好一次娶人家住啊 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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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今天 比亲家您好点没有 瞧亲家的精神头哪像是 刚动过手术的这个 你看 这是岳父岳母给你买的 最贵的苗桃 在中维生素的啊 都惦记着你呢 想让你快点康复 吃完你就变齐天大圣了 破费了啊 还是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这什么都不缺 对 不缺东西那是孩子孝顺 我们带东西啊 是我们的心意 您就收着吧 水了水了啊 好 好 亲家 你这准备什么时候出院啊 都已经什么时候出院了呢 到后已经就出院了 对 爸 出院以后啊去我那住 我来照顾你们 不 我不去 那我绝对不上你们家住去了 这照理说呀 出院肯定是住老房子 是最合适的 我们也应该这个腾出来 可是你知道 就我们那房子吧 它为了挂牌 我就把所有家具都给挪出去了 那装修堆也进去翻新呢 你说这甚至我们怎么办 怎么挪呀 怎么都得挪 好 我跟你说啊 再不寄啊 咱就找个小绿碗先住去 我听咱对门那说 说有一个地下室的 单间租得挺便宜啊 不行的话 咱上那住上几个月去 那地下室怎么住人啊 那常年都不透光又不通风的 老鼠蟑螂又多 这住几天不得憋住病了呀 雷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一切都得以你爸为重 是 是 不好意思 雨晴 大家都在呢 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现在必须要解决的 就是我爸出院后住哪儿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个家庭会议 河南京痴 河南京痴 拉着 contribut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 chịu's in crown is a 你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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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把工人 execution 付爸妈两千块钱 就当做是房租 你们这么多人举手怎么说啊 一个一个来吧 我反对 你刚不还说无偿吗 现在怎么又多出一房租来啊 对啊 这开网约车能赚多少钱啊 不过是养家糊口 两千块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太黑了 第一我这么做呢 是确保 关震雷能够努力地工作 第二 父母有家不能回 这个钱就算是 给父母的生活补贴 已经比外面的房租费 低了很多的市场价 你还不满意吗 好了 第二条就这样 第三条 如果三个月停缴补贴 车子收回 半年停缴 房子也收回 这雷那个钱就别交了爸的 我我反正我不用 爸你来把手换下吗 爸都没说要交粪子 你凭什么事得砸张口啊你 关震雷 车子房子 你都没有权利说话 你可以不同意啊 那个 那你这条件 开得太突然了啊 让雷拉好好考虑考虑 再答复你可以吗 是 好啊 好啊 我可以给关震雷时间 让他去考虑 协议我照样会写好 刚才说的话 白纸 黑字 我全会写下来 关震雷 只要你同意 随时去公寓找我签字 我认为宇晴说的方案合情合理 我赞同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可说的了 散会 不行 小脸 你那方案尽快啊 马上 马上 等你两天了 好嘞 这得跟签一下 同学弄一下 老大 咱们这个文件得让你签个字 咱抄呢 请假了 请假我怎么不知道 他实习生啊 他跟请假组长说一声就行了 到不了您这 这绿帽的掌握我还等着呢 他什么时候交过来 你再给他交给我了 他走之前 我改去家里发给你 那你赶紧呢 我闹着 什么半天你交不上来 我这等着呢 我先出去了啊 小陈 你吃就吃 你别闹乱发作的 你看看 大哥都没说我 你倒比嫂子还上心啊 真以为是家里了 家里我帮你 没事 我自己来就行 你先带患者去做训练筹吧 好的 关记长 林医生 好久不见 对啊 我还一直想说去感谢你 谢谢你参与了 我爸爸的手术 他现在恢复得很不错 准备这几天出院 你千万别跟我客气 我的职责所在 这句话说得跟徐医生 如出一辙 咱坐下聊 好 关记长 其实 我很欣赏你的个性 我想 如果不是咱们两个 都喜欢上徐清风 肯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没有喜欢徐清风 我没有喜欢徐清风啊 也许你不知道 清风已经打定主意 不接受任何人了 之所以他跟我谈了一段 怎么说的 很短暂的恋爱 只是为了让我能够彻底地死心 我没太听懂 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和清风交往之后 才明白的 其实徐阿姨 不能接受她跟任何女孩子在一起 后来清风跟我说 徐阿姨脚合不止一次两次了 什么时候脚合到分手 什么时候才能发休 所以我想提醒你 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不要受伤 那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坤记长 你瞧 我去看我爸 我也想看看关叔叔的 一起吧 对了 我爸要出院了 是不是在那个 收费处就可以办 你们出院手续啊 对 如果排队的人太多 也可以在资助机器上办 那他还用来复诊吗 晚点我会开一个春小节 上边会有复诊的时间 叔叔 这是我给您带的野生藏红花 它主制活血化淤 散于开节 对您的身体恢复有帮助 这可贵着呢 是啊 这个是我给您带的松茸 它有美容的功效 听关机长说 您的厨余特别棒 可以跟叔叔一块儿吃 小白 你这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 对 阿姨真的是不能收 你的心意叔叔阿姨领了 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你爸妈吧 谢谢 谢谢啊 阿姨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我是第一次来看完二老 总不能空着手盘 你真的不能收 爸妈 习医生来了 徐大夫 阿姨 茶房 你怎么来了 喂 徐大夫 茶房是吧 关叔叔 今天挺好的 您的艺术这么好 没有不舒服 干买的啊 来检查一下 好 您不是没钱了吗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我跟我爸妈说我交女朋友了 就给我颜养卡解禁了 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 反正有了 第一时间告诉你 对了 阿姨 我在医院旁边的万达酒店 给您开了一间套房 这段时间 您又得轮班 还得看护 太辛苦了 去住酒店北方 酒店太贵了 这医院挺好的 我在医院住 还能方便照顾叔叔呢 你的心意阿姨领了啊 小白 你为什么总是不跟我 打一声招呼 就自作主张啊 平时师父总照顾徒弟 那徒弟也得回馈一下师父呀 你看 我连房卡都带来了 阿姨 拿着吧 不住就浪费了 拿着吧 阿姨 这 这 这 拿着吧 没事 关叔叔 都挺好的 有什么问题 就让护士跟我联系 好嘞 谢谢 快 拜拜 关系长 给我去趟办公室 好 我陪你一起去 医生跟患者家属 有事情交代人 那你快去快回啊 妈 让你照顾点啊 小白这 这也太过了 没事啊 你就拿着吧 不是 徐医生怎么了 我爸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你爸术后最重要的 就是情绪平稳 一句话他就要静养 这么简单的事 你都做不到吗 不是 我知道 我 我们也没干嘛吧 你在发火啊 我发火了吗 你这还不叫发火啊 一路走过来 脸拉那么长 现在又这么大声地嚷嚷 这 我都不知道怎么了 不是 你对你爸 也太不负责任了 我怎么不负责任了 我们干嘛了 你在你爸的病房 谈恋爱合适吗 不管你爸同意不同意 都会造成他的情绪波动啊 我没谈恋爱 你肯定误会了 他是我徒弟 这样你先坐下好不好 你 你站这么高我有压力 好 我以后谨遵遗嘱 我不让那个小白来了 不过今天 你有点反常吧 平时你吸字如今的 刚才巴拉巴拉地 说了那么多 还有点激动 这算是优待邻居啊 我对每一位病人都这么负责 那好医生 好邻居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再见 对了 我觉得你应该开窗 通通风 最后有点算 师傅 你晚上一定要记得 让阿姨去酒店住啊 这照顾病人啊 就像跑马拉松 得长期作战 虽然你先斩后奏这一点 我很不喜欢 但是 这份人情我记住了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想的确实是比我想的周到 记住就好 不过呢 也不着急还 以后可以 慢慢慢慢地还 我来了啊 我跟你讲 别跟我瞎开玩笑 我第一次照顾女孩嘛 没有什么经验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对了 黑色巧克力 纯度百分之六十五 你的最爱 最近这么辛苦 别继续堂劳 有心了 我看小白这孩子 还挺招人喜欢的 人又帅 嘴又甜 这回咱们归你的婚事 你可不用操心了 一来就来了两个 往后你该发愁 到底找哪个合适了 这还有选吗 当然是徐清风了 我看徐大夫对咱家女儿啊 一般般 不冷不热的 没看出她有什么想法 再说了 你跟人妈这么不对付 我看这门亲事啊 还是别自导没趣了啊 刘士奇 我发现你这人 特别虚弱 向年轻人给你点礼物 旁里几句 你就找不着北了 您这变脸变得也忒快了 我就是爱拼公围的话 我就是觉得小白好 她跟咱家女儿是同事 知根知底 小点好啊 小点的 还更能照顾咱家女儿呢 你说的是自个儿的心声吧 后悔你自个儿找了一个 比你岁数大的 对吧 我告诉你 晚了 我还就是喜欢徐大夫 人家有本事 受人尊敬 稳重靠谱 你跟他妈打成这样 还靠谱 我看呀 你趁早把她心收回去吧 东云啊 回来啦 我这菜也刚做得 你换了衣服就能来吃 今儿我都炒了俩菜 咱喝点红酒 好吗 解解吧 来 坐 这两天辛苦了 一直在医院 你说吧 老爷子那边 偏心眼 那我自己媳妇 我必须自己疼 是不是 来 做了这么多菜 也辛苦你了 我不辛苦 这之前都是你照顾我 这之前都是你照顾我 上次置我住院 你一手操办 那这回你家出事 我必须得扛起来啊 我知道 前一段的事是我不对 你放心 我 我今后一定找机会 我好好回报二老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爸这一次犯心脏病 我是眼睁睁地看他晕倒的 他当时脉搏心跳都没了 我都吓傻了 要不是雨晴和徐大夫 赶过来抢救 我爸差点就没了 你理解我那种心情吗 理解 我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你根本就不理解 如果我爸这次没了 曾是卷在我 是我太自信了 是我说服他们 让他们过来住 我还说 志军会特别欢迎你们过来 可是爸妈乐呵呵地过来 真灰头土脸地走了 要不是被我们挤出家门 他们也不会回到那老房子 也不会撞见震雷 偷偷去卖房 童韵 我觉得 你不能把所有责任 都揽到你自己身上 是不是 这只是凑巧 陈志军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 我还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吗 搞什么团建哪 头脑风暴啊 还有那些同事搬过来住 都是你故意安排的 你就是想拦着爸妈 不让他们进来住 你真的太过分了 陈志军 我觉得你 你你 你这么想我可真不对 夫妻之间起码的信任 总得有吧 行 行 咱 咱不说这个了 先吃饭吧 来 我不想吃 没有胃口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不是 不是 你想怎么进啊 别该让你妈好好休息了 这些日子呀 她一直因为 家里的事担心 现在这脸上 总算有点笑模样了 爸 你现在 务必把身体养好 等你出院了 我就带着你和我妈 咱们出去旅游 到时候想去哪儿你们说 你们定 行吗 爸 不图这些 说实话 雨晴 要是能把 震雷的婚事安顿好 爸什么病都没有了 雨晴啊 爸知道 你为这个家 我为震雷做了好多 这次又把车借给了震雷 虽说是每个月跟他要分子钱 可是那都是为了让他自食其力 是吧 古语说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这些道理爸都懂 可是 可是就有时候下不了这个狠心 这回咱这个家庭会开得好 这回咱这个家庭会开得好 你说得对 爸 谢谢你 爸 你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 对吧 一家人 这辈子 就是要为彼此付出的 所以别提谢子 不管怎么说 震雷就是我弟 我是他姐 我就得管着他 无论是吵也好 闹也罢 打呢 也就算了 再怎么样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走正道 好好地生活 以后好好地孝敬你们 所以 希望你能理解我 理解 盼能理解 行了 爸 别伤感了 你赶紧躺着睡觉 要听医生的话 对啊 好 有什么事半夜叫我啊 行 就委屈你了啊 好 不委屈 对 好 行了 坐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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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韩经理 你能不能来一趟 蓝山国际KTV啊 不是 你什么情况啊 啊 这大晚上能让我去KTV 你 十万伙计 你一定得过来啊 我等一下把位置发给你 十万伙计 喂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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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万伙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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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笑 王总啊 你这咋子 你怎么又来了啊 王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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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还开心吗 王总 怎么又是你啊 是 你这天天地堵我 这三更半夜的也不放过我呀 王总 我要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给您道歉 但是我们公司那钱 您能不能还了呀 都四个多月了 真的已经严重影响了陈经理 你跟我们整个团队的工作了 不是我不给你钱 那我的款也被别的项目拖着呢 那一时照料不开呢 难道你们陈经理信不过我 没有 那还让你天天这种方式跟踪我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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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会 王总 这 这事跟我们陈经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全是我个人的决定 这样 您把钱还给我们公司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发您了 行吗 这样 这件事情呢 我尽快解决 今天 你先回去吧 回去吧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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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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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车 没事吧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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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王总 你看 这太巧了 您这四个月没见 就是在这儿碰见您了 车车啊 可以啊 带给你有方啊 培养出的下属都这么忠心耿耿 一连十几天堵着我要钱 行 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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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明天给陈车车的项目打款 好嘞 这下 这下 满意了吧 满意满意 他太满意了 谢谢王总 怪我们 怪我们啊 我教育下属无方 我改天 我登门向您赔罪 好吧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然 您强行说的 谢谢王总 我来您忙去 王总再见 谢谢您啊 谢谢 这 丁哥 他这是同意 给咱们打款了是吗 你说 你没事吧 你想我没事 你说你穿那么 你赶紧上车 快快快 你说你穿一超短裙 到这种地方 你就喂毒王总啊 嗯 不是 你这这 成宿成宿不睡 堵他第二天打瞌睡 也因为这事 嗯 来 谢谢 你说你这大冷天的 穿这么少 一宿一宿站在那儿 他能不病吗 我送你去医院查试吧 不用不用 去医院多贵啊 没事 我回家吃两瓶药就好了 要不你送我回家吧 行 你这儿 你先睡会儿啊 我到地方叫你 太好了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我保证 从明天开始 好好工作 绝不渴舍 好开心哪 终于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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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 太好了 来 妈 您过目 您看看啊 我看看 我看看 您感受一下 不错呀 爸 这车是安全啊 是吧 是是是 这车还挺宽敞啊 以后你们有了孩子 咱一家老小都坐得下 是吧 爸妈 别光摸呀 咱上车感受一下 我带你们兜一圈去 怎么着 你妈是没坐过车吗 不是 不是 对呀 你妈各种公交车都坐过 贝贝 以后啊 我就负责接送你上下班 你再也不用 挤公交挤地铁 遭那个罪了 你老贡献在我 是 有车的人 那可不行啊 咱们可说好了 这车呢 是用来干活赚钱的 你可不能当私家车用 还有啊 咱说好每个月 按时教育父母的分子钱 一分都不能少 你 知道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上班了 你也好好工作 听到没 你今天就让我送你去嘛 走 说了不用了 爸妈 你们看完了也赶紧回家 别耽误他工作 来 好好工作 走了 你注意安全啊 这丫头这倔脾气 也不知道随谁 随他爷爷呗 我爸就这样 一辈子没占过别人便宜 雷啊 现在这车是拿回来了 但这房子只能住三年 你怎么想啊 是啊 这三年一转眼就过去了 按照你二姐那协议 你这婚什么时候才能接她 是吧 我回想一下啊 我特后悔 那天就不应该让你二姐 牵着鼻子走 一个月两千块钱分子钱 都赶上交房贷了 再加上那些七七八八的费用 还能剩多少钱啊 这房子呀 不过是个过渡 以后你们还是要想办法 换大房子的啊 爸 妈 我是这么想的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约车 这个行情还不错 我上网看了 那一个月挣一两万 那是大多的事啊 所以我就觉得 我先开个一个两个月 我让关雨晴 他挑不出我的领来 回头房子的事 咱们还得往上提 户户 迟早是咱们的啊 通套 但是啊 这亲兄弟还没存着 所以说产权这个事 你必须得也找得清清楚楚 你不能像一个 没主见的倪儿一样 让你这二姐 攥在手上使劲使劲地捏 放心吧 爸 关雨晴想忽悠我 门都没有 您二老放心 看我表现 一定让你们满意 行 走吧 走吧 注意交通安全啊 你慢慢开车 不着急的啊 对对对 稳稳当当的 别抢那一分半秒的 好了 爸妈 放心吧啊 我六年驾龄 人称东棉花胡同老司机 车企绝对过硬啊 不会有事的 回报 回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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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 回报 行 行 行 走吧 你这还老司机呢 那个 那个 你会不会开啊 不是 这跟我之前那个 抄 抄的有点不太像 行了 你就白会吧 走吧 走了 拜拜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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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啊 真没想到啊 这小子啊 也有自己赚钱的那一天 我还以为得游手耗钱 在家待一辈子呢 烂泥扶不上墙 那是没碰上好瓦匠 有董事长你和我这样的人 辅佐的 这女婿想在家里 闲着等饭吃 门都没有 那倒是 这么快就来第一单了 走起 赚钱娶媳妇喽 您慢走啊 才二十一块八 哎 你慢走啊 来 谢谢 一百六十二块三 这才像话嘛 我这看到哪儿了 别提了 我这一路回来放空车 我一段游钱 我还倒赔了 我 我给赌半道上了 再给我两个红绿灯 就到了啊 您再稍微等等啊 行吗 别取消啊 你心情好 你别 什么人哪这是 缺德丸呀 干嘛呢 干嘛呢 满眼看见了 这人什么素 对 同志 把罚款交一下 几块钱 撒泡尿一百 一共接了六五单 还跑去油浅 奶茶 汉堡 叉烧饭 尿尿一百 倒贴 一共接了六五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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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看看 震雷 以前震雷第一天上班 就给卖成这样了 把手机拿出来 咱们给他点个赞 快点 行了 别着急 快快快 哪点赞哪 行了 拿手机点的啊 爸 爸 妈 吃饭了 爸 妈 吃饭了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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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辛苦的 吃饭 吃饭 先吃饭 吃饭 吃饭 先吃饭 我开眼圈啊都是 行 慢点 行行 先给他点完赞 吃饭了 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慢点啊 爸 我买了天赋号的酱肘子 来 酱肘消毒 还有烧麦 酱肘子那可是难买呢 得踩着点 排着队 去晚了还买不到 就是 我看爸喜欢吃 我就踩着点去的 还是女儿细心哪 儿子是面子 女儿才是理子 老了 老了 还得靠女儿们 好好好 要说我这个 恢复得还真是挺快的 这一次啊 我是真正知道什么 叫妙手回春了 好好感谢啊徐大夫 我都已经跟他感谢过了 他说了 这是他医生的职责 不用了 歇人 这嘴上感谢叫什么呀 用行动表示 那才叫有诚意呢 是 你又表示什么呀 这个酱肘子 还有这烧麦 咱们给人家送一份去 不用 人家现在上班呢 我们去了搅和 中午饭时间 大夫也得吃饭 对吧 他平时吃不上这一口 勒